先前我们提到的那个 简单的按钮放大 那个的一个操作顺便把里面字也改掉对不对 好那现在呢我们开始正式进入那个操作DOM 动元素 那整个HTML里面 其实整个我们之前 打开HTML包含HTML跟里面的head跟body 那等等下面还有其他止节点 那他都是以一个node的概念来存在这个DOM里面的 DOM就是整个 树状结构 好的那个 环境 那个HTML所有环境 OK那每一个东西都是节点的概念 现在我们开始 要使用动态生成的方式 而非自己把HTML 写在body里面 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范例 需要使用到ulli这种东西 就是这种列表的概念 但是呢大多 都是未来在可能讲到那个 外贴图部分 有些东西 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去写 或是说 动态新增 一个元素在某一个我们既有的HTML标签里面 或是所谓元素里面 OK 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现在我们就要透过Document 就是我们现在针对节点的新增 就是在body里面 新增其他的HTML 标签或是所谓元素 那现在呢 这个Document.createElement 里面呢就写例如说 DIV P SPAN这种东西 或是AR这种东西 OK它就 直接 生成一个元素 但是呢 还没有放在网页里面 那如果今天要放的是文字 我们就要Create a text node Create a text node 然后把我们那个例如说什么Hello World 放在元素里面 例如H1 这个 标题型的这种标签 把它放到里面当内文 叫Hello World 这时候呢就需要建立一个文字的节点 最后再把文字节点 放在 我们新增的元素里面 然后再一并 写到网页当中 好这时候呢请大家帮我开 4G1G1 14G1G1.html 好 那有一种做法就是说 有一种快速键是 你如果用 直接进来写个单译号 这个筋单号 也可以 跑出这个东西 就是说 其实都是可以的 就我们的功能其实都支援 这些东西 你可以用个惊叹号 然后选第1个 它也会出现 一样的结果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当然我们还没有 元素要放在body里面 让我们新增跟修改 可是呢 这时候我们都先尝试的把 HTML 那个script标签 写在这里面 那现在呢 我们要 那个建立 我关掉 建立呢 新的 DIV元素 那我今天的Let 宣告一个变数叫 New DIV 等于呢 点Document 好Document 等于呢Document 点 Create Element 然后呢 例如说我正在DIV 那之前有提过 在如果之前同学有 学过 HTML标签 在HTML世界里面 它叫Tag 就是所谓标签 的一个概念 但是站在我们 JavaSuite 这个 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这些 HTML 都是元素 所以会建立新的元素 未来它都会成为 网页上 的一个标签 OK好 那现在啊 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 助解面 有些 助解面提到 如何 指定元素 内建的属性 那你大家呢 可以参考 这部分 如果觉得我们 讲东西呢 可能有点 不足的话 你可以再参考 这个连结 里面都提到 它里面都有一些 那个办例 那现在 我针对这个 新增 动态的元素 我新增的元素 NewDIV 它是DIV 我希望那个NewDIV 它的属性叫ID 叫做什么 叫做 MyNewDIV 同时呢 我也希望 这个 新的DIV呢 点 它的class 因为class在 那个 JavaScore里面 它是一个 保留之关键字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这边呢 就不会直接像那个 元素里面直接写class 而是用class name 例如说 我们叫box OK 等下box 那其实它效果 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呢 它效果呢 其实等同于 我们之前可能大家多多少少也用过 就是说之后呢 我们会再 更深入的讨论是 它等同于 set attribute 例如说 id 的值呢 为 那个 MyNewDIV 那下面也是 类似一样 就是 它也是类似说 我们在这边 新增一个属性 class 它叫做 Boxed 它类似这样概念 它只是说呢 之后我们会再针对 set attribute 来做一些 更深入的说明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动态的给它 它就像这样 我们一开始有个div OK 在第14行的时候 我们都有个div 此时呢 在第20行跟21行的时候 我们在机体里面 动态的给它一个id 然后呢 叫 MyNewDIV 同时也给它一个class 叫做 Box 下面这几行 做的就是 上面这件事情 上面这件事情 好 那这时候啊 我要建立 去哪里 我要建立呢 文字节点 好那叫let 例如说text node 这边变数随便取 text node 好document 点create text node 然后里面放 看你要放什么东西 例如说这边写 Hello world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文字的东西 接下来 我想要把这个文字 做什么呢 把它放到这边 当作内文 这时候呢 怎么办呢 就要透过一个方法 就是 我们会透过那个 把这个 new div 点append trial 把这个node呢放进去 将 xnode 加入 至 new div OK 我们就透了 new 然后 div 点append trial 把文字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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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在27行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等同于 把这个div 在这个div里面 增加 这个内文 增加这个内文 OK 好那最后呢 透过什么方式啊 透过 比如说那个 我们如果要先写在body里面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document.body 这个document整个里面 其中的节点body 然后呢 对他appendtrial 来加入 new div 当中 到那个 加入 div 到 网页当中 好那现在呢 就document document.body 你也可以document.write 都可以 类似的概念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 把刚刚 新增的 div 给他了一些属性 又增加了一些内文 这时候我们把它 这个new的div 放在 网页上面 但是 如果你有跟我样这样做呢 你记得把它删掉 因为呢 我们就body里面 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 我们都透过 Java动态 生成这个div 所以呢 我们就按右键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就按一下 检视原始码 那你会发现body里面 除了我们刚刚 写的square标签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如果IF12 检查元素的话 你会发现啊 他这边就有一个 我们刚刚 动态生成的元素 我们刚刚动态生成的元素 好那这部分呢 给大家 那个 三分钟时间 三分钟时间帮我 试试看哦 好那这个就是呢 我们 把那个元素啊 动态 生成 放在 网页上面 而你会发现 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其实是没有任何东西 好 那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些操作 我们是 动态 生成这个元素 那现在呢 我们今天希望做什么事情 我今天希望啊 针对这个动态 这个树档结构特定的节点 进行修改 例如说 我希望呢 在我们指定的这个node里面 又增加一个 内部的 直接点 好例如说我们 那个DIV里面 还可以放一个什么A 当次超连结 或是UL LI这种清单式的 HTML标签 我可以在UL里面 再增加LI 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另外一种呢 是指 我今天特定元素 我希望能够新增一个新的节点 在什么之前 而它第一个参数 放的是我们新增的 刚刚一个类似 NewDIV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会透过 Query Select All 指定索引 来决定要写入在哪个 参考Reference 那个node 之前 那 既然有 在某个节点 之前新增 就是 置入 OK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也有 一个东西叫 Repress Trial 它协助我们 在旧节点的部分把它取代掉 换成新的节点 换成新的节点 有几个方法 那现在呢 针对某一个 元素 那个node 例如说我们在UL里面 在这个UL里面呢 这个元素里面 点append child 可以把我们新增的元素 放在哪里 放在最后面 有点像 Python的 那个append 或是所谓 JavaScript push 都是放在某个容器的尾端 容器的尾端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开14-1-2 我们来进行 那个 不同的练习 14-1-2 寫了HTML 那现在啊 因为我们会用到 14-1-2 会用到个ULRI 你可以从这边复制 或是呢 从那个我们的那个 范例里面 例如说 在我们那个 EX里面的第 14-1-2 把它复制出来 也可以 然后呢我们会贴在body里面 我贴在body里面 好那我们就 直接在这后面 写JavaScript程式码 好 首先呢 我们先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已经先有一个 这个HTML上面 所以呢我们要透过 QuerySelector 去取得这个UL 并且在后面增加不同的LI元素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这样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取得 一个容器 先呢 Let mine 例如说这个ID叫minelist 就直接取一样名字 当作变数 接下来呢 Document 点 QuerySelector 好我们用选择器 什么写呢 例如说UL 然后呢 选择器ID的关系 所以是UL 用紧字号来代表ID 然后呢 MyList 这样子你就可以选到整组 UL 好 这时候你取得是整组UL 有包含这三个LI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在这后面增加一个LI OK并且放相关的内文等等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容器之后 然后建立新的LI元素 好 例如说我们这边改一个 NewNode 等于Document 点 CreateElement 然后在里面呢 加个LI 加个LI 我们希望呢能够在它后面 再新增一个LI 好 我们现在目前 在记忆体里面 在背景的 的地方 增加 建立新的 LI元素 那我希望在这个LI里面 跟它一样 加入一些文字啊 加入一些内文啊 所以呢 我们就建立 TextNode 好接下来呢 LetTextNode 这个名称字取 你打个T 打个底线 其实都无所谓 所以呢 Document 点 CreateTextNode 好我希望在里面写什么 在那边 你可以写什么 Item04 Item04 或是 Hello World 这边随便打 好 那如果对刚刚的东西 还有点影响的同学 是不是 就要把这个文字 Append 在这个New Node里面 记得 AppendTrial AppendTrial 就是放在 自己内部 有新的元素 就在自己里面 例如说我们抓的是 UL AppendTrial 就会在它内部的区域 增加元素 OK 增加元素 那如果 是这个 文字 在这个LI里面 这个New Node AppendTrial 代表我是在它的那个 LI里面 增加一个内文 底层的内文 内部的内文 当作内文来用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就是 加入文字 比如说我这样好了 加入 TextNode 到New Node当中 招呼 抱歉 抱歉 那个线 好 我就 New Node 点AppendTrial 然后呢 把TextNode放进去 在记忆体里面 它就是有了LI 又有一个内文 它其实在 执行完之后呢 在我 预期它希望能够出现 这样的东西 OK 我希望它能够出现这样的东西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现在把 我们刚刚 动态生成的这个元素啊 它已经加入这个内文 对不对 我希望能够并在 它后面 所以这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取了容器 对不对 所以针对这个 MyList OK 那个 我们将 New Node 加入 MyList 当中 好 那就直接MyList 点AppendTrial的 它会放在自己内存 当作自己指节点 来看 所以这个New Node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 比如说我今天到 14G 1G2 你会发现呢 它是不是动态生成的 这个这个节点 LI 可是 如果今天你看一般网页 我们按右键 检释原始码 它是没有 在里面的为什么 因为HTML 这个按右键解释原始码 只能取得 网页读完的 这些资讯 而不能看到 动态生成的结果 除非你有特殊的功能 或是程式去做到 不然呢 它就会动态生成 这个元素 OK 动态生成这个元素 那这部分 请大家花个三分钟时间 帮我练习看看 咯 好 那接下来呢 好我们 要做一件事就是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呢 那个 指定一个参考用的节点 然后大家前面 新增 或是说 置入一个 新的节点 那就透过这个元素 node 点 insert before 然后呢 第一个参数放的是 我们刚刚 我们可能create element 这个新的节点 然后呢 这边呢 那个 reference 那个 reference note 这边 指的是我们要 指定的这个 这个节点 这个 node或元素 可是呢 我们会用create all 然后呢 透过正列 0 1 2 3的方式 指定 1的这个节点 当作参考用的节点 并且在它之前 新增 一个我们 动态生成的元素 OK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会有个 14-1-3 14-1-3 那待会呢 例如说我现在开完 我们待会用到这个 我们会去沿用这个 ulli 所以 我们在开那个 14-1-3 的时候 也把它放在body里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 那个参考特定的节点 我今天希望 找到这个节点之后 在它前面 新增 一个li 在它前面 新增个li 然后呢 也 顺便在里面 hello road 希望在这个 02 item02 之前 新增一个li OK 那怎么做呢 然后呢 那我们一样好就是 取得 容器 好 Let mine list 等于 document l 先取得上面的 选择器 ul 然后请字号 my list 容器 这是什么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取得啊 比如说我们要取得这个东西 取得这个东西 那怎么做到呢 好 在这边有个技巧 我们先let ref reference note 等于什么呢 document .create all 好 那 all呢 我们就找什么 我们就找 因为 这个结构里面 它是不是只有三个li 所以我们取得这三个li的集合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变数 如果这样传回去 它是不是要透过 0 去取得 item01 然后透过 2 去 通过1 来取得item02 因为 它是一个阵列概念 对吧 还记得我们之前 在那个问世间 情势合物 那个案例里面 是不是透过 那个 create all 去把每个p呢 都做 背体的修改 跟文字颜色 颜色的修正 甚至于给 第2个p呢 新的 html 内部的html 所以 当我们 取得回来 是一个 阵列 或是一个 集合的时候 我们其实 在选完这个 all的同时 可以透过 阵列 那个 锁影 透过阵列 锁影的概念 把 这个1 的部分 因为它拿回来 是一个 一个阵列的概念 对不对 一个list的概念 所以这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 0 去取得 item01的 那个li 写1 去取得item02的 那个li 写2 去取得item03的li 所以因为我们要参考是这个02 所以在所以里面 它是1 这时候这个reference node 就是这个 item02 item02的 那个li 好 取得我们要参考用的节点之后啊 那么就继续我们那个 比如说我们要建立 li 这时候呢 就let new node 等于什么 document 点create element 在这边呢 我们就新增个li 此时还没有把它放在 元素里面喔 也没有 那个产生在网页里面 好 接下来呢 建立 neotax node let taxnode 等于 document.create taxnode 好 这边呢 假设我写hello road 那接下来呢 我要把 那个taxnode放在li里面 就直接呢 在这边 new node 点append trial 把这个呢 当作自己的直接点 来放置 把自己的 当作直接点来放置 好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 这个 new node li里面 例如说这边 那个 li里面放 那个 那个什么 hello world 这样写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new node 是不是里面已经有内文了 对不对 此时我希望 放在 这里面 OK 这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啊 将新节点 将新节点 newnode 放入 据说 ref node 前方 好 这时候怎么办呢 my list 这个my list呢 就是我们这个 ul 这个元素 我希望呢 在参考它下面的 特定的节点 的前面 塞入一个新的li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就my list insert before 好 第一个 参数呢放入 是我们新的节点 第二个是我们 参考用的节点 好 这时候呢 我们这样子 来看看 例如说我们 11 14 13 3 你会发现啊 它是不是在 我这个后面 有没有 把item02的 那个前面呢 新增了这个li 那如果我们按右键 显示原始码 不好意思是没有的哦 是没有的 我们是 用动态生成元素 在网页上面 OK 好 那这部分呢 给大家 三分钟时间 稍微帮我操作看看哦 OK我们刚刚呢 已经 把 一个新的节点 放到 参考节点的前方 那现在呢 希望做一件事 就是取代 特定的节点 我们一样 指定 这个一个参考 或是所谓的 旧节点 而把它换成 新的节点 那它的语法呢 就是我们的mylist 或是一个node 或是一个element 点replace replace child 然后第一个参数呢 一样是放我们 新增create的element 这个呢 一样跟我们 参考用的概念 是一样的 它就只是指定 的一个变数名称不同 OK 所以呢这边请大家帮我新增一个 那个 14gbg4 OK我们尝试取代节点 那因为呢刚刚的范例我们还需要用到所以呢 我们就把 刚刚的ulli 把它拿过来用 我们这边还是需要用到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 写着这个程式嘛 那首先呢 我们就 取得容器 其实跟刚刚是一样 好 例如说 let mylist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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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不是这是取得容器吗 应该是 createselector selector 那一樣我們是取得這個東西 我們就取得 那接下來呢只是變數差異 在這邊就是變的 這個變數自己取的 allnode 所以基本上allnode 就是document.create select all 的方式來取得這邊的li 然後呢 這第一個li是不是正列的概念為0 第二個呢為1 第三個為2 所以假設我要取代掉02 這個值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把參考用或是所謂的舊的節點 正列為1 的概念 所以這時候就會取得 實際上第二個node 是舊的那個節點 好那我們已經知道舊的節點是誰啦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開始 那個 建立li let new node 等於 document 點 create element text 這時候呢 建立 text node 它是文字節點 let 那個text note 等於 document 點 create text note 那在裡面呢 我們就自由的寫 看它寫什麼字 Hello road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是不是就是直接 把那個 text note 放到new note裡面 所以呢 new node append trial 然後把text note放進去 ok 這時候呢 就有一個 li裡面 有個內文 叫做Hello world 此時呢 我就要將原有的 例如說 whole node 替換成 new node 好 那就是mylist 點 replace child 好 改變它的 直接點 然後呢 這時候呢 我們就是指定 那個 new node 第一個參數 new node 那第二個參數呢 是我們要改掉的 就結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14-1-4 來看一下 是不是第二個部分 就被改掉了 是不是第二個 li 它就變成了 hello world 那一個 那02呢 就不見了 好 02就不見了 好 那這部分一樣 它就變成了 兩分鐘的時間 幫我稍微練習一下喔 好 那這個是取代 節點的部分 取代節點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就是這個 取代節點的部分 接下來呢 這個部分 14-1 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要刪除 特定的節點 刪除特定的節點 其實在 我們有些 特殊的套件裡面啊 其實背後都是做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 要轉租 有個網頁是轉租遊戲 那其實背後就是做了 大量的這種事情 就是把 特定的節點 拿出來 然後把 指定的節點刪掉 然後呢 在另外一個節點去 再把它置入 就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呢 它背後其實做了很多這樣的東西 所以呢 如果說 未來你們 那個對網頁的一些 遊戲開發 如果有點興趣的話 其實 或許這些基本的知識 對大家都會有幫助 好 那最後一個部分呢 是那個 刪除 Dome元素 就是所謂元素的部分 那其實很單純 我們只要指定 特定的節點 例如說 參考的節點 舊節點 或是這個特定的指定的指節點 直接 remove trial 就可以了 我們指定 參考用的 舊的跟指節點 然後對它做 remove trial 好 所以呢 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結構 這時候 這時候呢 就增加一個 14-1-5.html 那記得 把那個 ul 也把它 也 附置過去 好 形成這個檔案喔 OK 那現在呢 好 我們一樣 今天 我有個想要把這個 集點刪除 那這時候呢 第一步 是不是 剛剛大家好 應該都 有一點點概念喔 就取得容器 這時候呢 let or my list 等於 document 點 preselect 應該是 單一的節點 然後 ul 那個 my list 好 接下來呢 一樣喔 我們要取得 取得 這個東西 好 就是說我們let 待會兒要被我們 移除掉的節點 給它一個 變數名稱 叫remove node 等於什麼呢 好 document 點 preselect all 然後呢 裡面的li 那 0呢 代表第一個 那我們就直接寫 這個1 就代表是item02 OK 如果是0呢 就是item 就是item01 一直在推 好 那最後呢 簡單 就是將 my list 下 的那個 remove node 刪除 就是節點 這個 移除 好 這時候呢 my list 刪除它的節點 好 刪除它的節點 刪除誰呢 我們 準備要刪除的節點 好 這時候我們看一下 此次之一之五 會發現 02的部分 不見了 OK 02的部分不見了 好 好 那 因為那個 給大家練習時間 因為快10分了 那待會我們15分的時候回來好嗎 記得練習一下喔 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刪除節點的部分 對不對 那下面也提供大家一個操作的方法 那大家可以再參考一下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直接 針對特定的元素屬性 加以設定 好 例如說我們設定一個class 好 給它叫box 對不對 或是呢 我們取得特定的屬性 它的值 或是我們動態的刪除掉特定的屬性 OK 刪除一個屬性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會 準備開個 14-2-1 14-2-1 不過呢 我們需要複製這三個button OK 所以呢 請大家幫我開 14-2-1.html 然後用清單號呢 把這個html找出來 然後順便 把那個 剛剛講到那個button 把它貼在body裡面 我們待會會用到 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14-2-1 它這個 內容呢 是長什麼樣子 14-2-1 它長的是這樣子 有三個按鈕 那這三個按鈕呢 它 會有 各自都有一個ID 就button01 button02 button03 那 button02呢 多一個屬性 叫做Name 它屬性的值呢 得button02 OK 好 那button03呢 它 也有另外一個屬性 叫onclick 它針對這個按鈕呢 給它一個事件監聽 給它on一個click事件 給它一個click事件 那裡面呢 其實這個寫法就是直接在裡面 寫JavaScript標籤裡面的程式 其實可以放在這裡面 不過 比較少這樣做 這邊只是為了讓 我們方便alert一個東西 所以呢 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按鈕 因為我們沒給它任何時間 按下去沒東西 按下去 第二個也沒東西 但第三個它會有一個alert button03 因為它有一個 那個JavaScript程式碼 直接把它寫在後面 它的一個方法 那現在呢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就是 要設定 這個第一個按鈕 一些特定的屬性 例如說 我希望能夠多增加一個nam 等於btn01 同時呢 你給它一個屬性 叫disable 希望呢 它到時候不能按 OK 這是第一步 然後呢 第二個部分啊 我希望 能夠取得 這個button02 所代表的那個 屬性的值 這個 這個name 所代表的值 並且呢 把它放在body後面 例如說 這邊 按鈕後面就出現 btn02 這種字眼 就大概是這樣 類似這樣概念 好 那我希望呢 第三個 把這個onclick 這個屬性啊 把它移除掉 讓它 變得像 像這樣 按下去都沒有反應 而不是像剛剛一樣 alert 警示訊息 一個 那個btn03 ok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 加入script 那個 那個標籤 好 我們呢 就取得 第一個 按鈕 元素 然後呢 並 設定 屬性 好 我們列的btn01 透過什麼方式呢 透過 document.createSelector 選誰呢 好 btn 好 button 然後 id為btn01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取得 第一個 我們用 這個元素選擇器的方式 再加上 id選擇器 叫btn01 我這樣就會 大概 大概明確的知道 是哪一個元素 這時候呢 就會抓到這個東西 好 我們取得 我們把 取得這個東西的控制權啊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對這個變數做一些事情 例如說 我希望btn01 它增加一個屬性 叫setAttribute 第二個參數呢 放下屬性名稱 例如說 我希望它動態增加個Name 這個Name 這個屬性呢 它的指示 btn01 ok 好 另外一個btn01 我希望設定 另外一個屬性 就是 Disabled 然後呢 空植 ok 這樣子你看 它就會 這個按鈕呢 你看這個上面是不是多一個 Btn01 這個 這個Name 等於Btn01 這個屬性跟直 同時呢 又多一個Disabled 這個按鈕就變得 不能按了 那如果我們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你會發現 其實都沒有動過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用 JavaScreen 動態去修改 網頁上的元素 動態去修改 網頁上的元素 所以這樣一個效果 好 那這是第一個按鈕部分 那第二個按鈕呢 取得第二個按鈕 原素 並取得 屬性 值 好 let btn02 等於 document 按鈕 cree selector 好 那這時候呢 button 好 請知道 因為id id為 btn02 好 這時候啊 我要取得 他這個 BTN02 Name這個屬性 所代表的 BTN02這個值 所以呢 這時候 我們 假設 我們今天 那個 叫做 htr name ok 這個name 這個值 等於什麼呢 vpn 02.get attribute 好 那他的屬性叫什麼名字 叫name 所以我們就會透過這個方式 這個參數name 去取得第二個按鈕 內部的自串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就嘗試 把這個資串呢 放在網頁上面 就是 appaint在 body 裡面 直接點的最後一個地方 所以呢 htrname 我們看一下 他會出現 有沒有 直接放在 這個標籤 body的後面 那因為我們中間還有 scree標籤 所以他會放在他之後 那這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個 我們希望 我們把剛剛那個 alert 這個功能把它移掉 因為他寫在 onClick 這個屬性裡面 所以呢 這時候 我們取得 第三個 按鈕 的元素 刪除 click 就是 on click 屬性 好 let btn03 等於 document 點 crislector 然後呢 button 請示號 btn03 btn03 好 這時候呢 btn03 透過點 remove child 把它 拿一個屬性移掉 移除掉 把 onClick 移除掉 好 這樣執行完之後啊 第一個 按鈕齁 第一個按鈕呢 就 它是不是就是那個 多了個 name 的屬性 以及對應的值 以及disable 這個屬性 好第二個呢 我只是把它的那個值取出來 就是它那個 name 裡面的value 就是這個值 把它 document.write 放在網頁上面 那現在這個呢 是我把它 等一下 它這個是不是 沒有移掉 看一下 btn03 remove child attribute 不是 child attribute 我要把它屬性刪掉 對 抱歉 我想奇怪 為什麼沒有刪 你會發現 這時候這個元素 它屬性就 狂 click不見了 我怎麼按 都不會有那個alert出現 都不會有alert出現 OK 好 那這部分呢 給大家 也差不多 五分鐘的時間 幫我玩玩看 好嗎 那 這是動態生成 或是說 設定 屬性 或是 取得屬性的值 以及移除屬性 有一個方法 好 那接下來呢 在html裡面 html5裡面 它支援 自訂的屬性 data橫線 任何東西 好 那這個 這個星星 是由 兩個部分組成 就是 你不應該包含 任何大寫字母 而且呢 你必須至少有一個 字圓在 data橫線後面 例如說 ABCDEFG 這種東西 好 那自訂屬性的值呢 可以是任何資串 例如說 Data橫線 ID Data橫線 Price Data橫線 Name Data橫線 什麼東西 都可以自訂屬性 HTML5 其實有 自訂屬性 當然 原則上 是有自訂 但是其實是有例外 有些會在談到 那現在呢 我們就針對 特定的按鈕 設定屬性 並且取得 我們新增屬性的值 所以呢 請大家幫我開一個 我幫我開那個 1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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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我們這個 14-2-2 這邊會有一個 input 這有一個 文字欄位 我們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放在body裡面 那既然body裡面有 HTML元素 不意外著 我們待會兒會在這邊 寫一個script標籤 寫一個script程式 那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下 14-2-2 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 文字欄位 對不對 我們待會兒呢 會在裡面 那個 新增一些屬性 就這個元素 增加一些屬性 並且呢 增加一些它內部的值 等等 OK 等一些相關的功能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今天 就是 要取得 文字欄位的 元素 並設定 並設定 自 定屬性 好 那現在看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來得一個 txt這個變數 它等於什麼呢 document.createSelector 那選擇誰呢 選擇哪個元素 選擇input 然後呢 這邊有個id為txt 對不對 所以呢 就是幾字號 txt 這時候呢 就取得這個元素了 好 我增加這個元素 給它設定一些屬性 好 就是待會兒 我會設定一些屬性 設定 這個屬性好了 好 第一個呢 是name 它的值呢 是text txt 所以待會兒 它會動態在這邊 增加一個name 然後它的值是txt 它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 給它value的值 改成 1234 這時候呢 它這邊是不是已經有 一個屬性了 如果你用set attribute 它已經有了屬性 它會替換掉裡面的值 從空的 空的字串 或字元 它變成1234 它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如果變成1234 它就會 有那個值寫在上面 有沒有看到 有值寫在上面 因為它是value 的概念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 新增一個自定屬性 data 橫線 price 等於什麼呢 10000 然後呢 data 橫線 title 叫做那個 文字 文字 欄位 隨便去取得 隨便去設定這個屬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屬性呢 它就變成這樣 看 它這邊 多了一個name 等於txt 然後呢 多了一些自定屬性 data 橫線price 1萬 data title 文字欄位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嘗試 我們在既有已經 新增上去的屬性 我們把它的值呢 取出來 並且印在網頁上面 所以這時候呢 輸出 自定 屬性 到網頁上 好 我們就 假設我們今天做個 那個水平線 document.write 那這個水平線呢 一個HTML 好 好 網頁上 一個水平線 document.write 放什麼呢 我們就 txt 那因為剛剛我們是 set的這些 那個屬性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透過 點get attribute 去取得剛剛我們 新增的 那個屬性 例如說 data橫線 twice 然後呢 因為這算合併 我就再多加一個 例如說 在裡面加一個 br 好 那另外是類似一樣的操作 只是差一代呢 我現在要輸出的是title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取得了 我們設定的屬性 也取得屬性 並且加以輸出 來看一下 目前的結果 有發現是不是剛剛 我們新增的那個屬性 它其中的 個別的值呢 都被我們印出來 ok 個別的值呢 都被我們印出來 這部分呢 給大家那個 嗯 一樣五分鐘的時間 幫我嘗試看看喔 你也可以自己增加 不同的屬性 你也可以自己增加 不同的屬性 好 那是針對特定元素呢 給它新增一些屬性 跟值 以及呢 把它當中的那個屬性呢 所代表值把它拿出來 好 輸出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一下喔 之前呢 大家有用過什麼 p.style.color 或是 p.style.background.color 對不對 這種東西 好 那 第一個喔 我們可以取得 假設是什麼 問世間那個p 它裡面有個style 假設它有顏色 它的style裡面 這個屬性裡面 它有 這個color 這個屬性 這時候就可以把它取得 好 並且加以輸出 那我今天有個設定 像我們之前那個p.style.background.color 是用設定的方式 對不對 那其實 那個 除了取得屬性值之外啊 我們還可以用兩種方式 兩種撰寫方式 第一個 我們用中括號代表key的部分 用css的概念 概念來寫 font size 如果 我們是javascript 這個橫線要拿掉 s大寫 font size ok 那如果今天 我 也可以用中括號呢 寫那個javascript javascript 風格 的寫法就是呢 原本是css 它是可以橫線小c 那你也可以直接呢 寫 .background.color c 你也可以用中括號 background.color 來設定它的值 或是取得它的值 那這下面呢 是css 跟javascript 針對 p.style 的差異 例如說 你今天要取得 css 裡面 特定的屬性 特定的屬性 那這時候呢 你就要寫 style. 例如說這邊是 boulder 橫線 color cdash 它有這些 命名上的差異 那其實你會發現 javascript 都變成大概是 風陀命名法 對不對 就是駱駝命名法 我們變數呢 的第一個單字 假設一個變數 用很多單字組成 最左邊的那個單字 通常全部小寫 而且呢 具有這個變數的 根本的意義 例如說 它的形態啊 什麼的 從第二個開始的單詞 或單字 它每個字首都會大寫 這個東西就是 風陀命名法 OK 那你會發現啊 之前我們不是 background.color 就是p.style.background.color 對不對 background.color 但css寫法是這樣 那你可以把這個寫法 css寫法 放到這裡面去 OK 用中括號 然後存取key的概念 來存取屬性的概念 你還記得我們物件裡面 是不是 什麼物件 點什麼 對不對 那個貓 點 幾個腿 之類的東西 那其實也可以用中括號 來存取 那中括號呢 你就可以寫成 CSS格式的方式 風格 或是寫成 JavaScript風格 等等 都可以 看你個人習慣 看你個人習慣 那我下面呢 提供這些表 大概 就是把它整理起來 放在這張表格當中 或許如果你寫 JavaScript的話 可以參考上面的東西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待會會有一個p 那我們把它複製起來 這時候呢 請大家幫我新增一個 這個 14-3 14-3 14-3 HTML 幫我新增 這個檔案喔 好 那我們就往下 那剛剛我們是負責一個p 對不對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p 我們把它 看一下 應該差不多 這樣看得懂 就是有Color 這個style裡面呢 有Color 它的那個值 是這個顏色 有行高 也有 字的大小 那裡面呢 是內文是 Hello World 然後會斷行 然後呢 再加一個good job 這個段落 這個p 這個段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p 我發現它目前長這個樣子 這個p啊 目前長這個樣子 OK 長這個樣子 好 那我現在知道它長什麼樣子 那我現在希望呢 這個數標籤 我們呢 希望取得 這個p元素 並取得 style 屬性 當中的 css 屬性 值 OK 那 有關css操作 你們在網上 在google 或是 那個youtube 在另外學習 我這邊不會再特別講 不過呢 我們會取得 這個html 元素的屬性 當中 css的屬性值 怎麼說呢 我們letp 等於 那個document.crisletter 那 因為網頁上只有一個p 所以我們都大膽的 直接使用p 好 此時第十次行的 在letp這個時候 這個p 就是上面的元素 這時候啊 我要把它的 css裡面 color wideheight 跟font size 代表的值 把它印出來 例如說 什麼 什麼rgb 什麼7878 ff 然後三根 30px 好 這時候呢 document.write 我在網頁上呢 先寫個 那個 斷行好了 好 那document.write 好 那現在呢 我就針對p.style 就這個p 的style屬性裡面 再點 去取得它的color 同時呢 定出這color之後呢 順便也定出斷行 好 第二個呢 是p.style 點line 好 那我們用css寫法 上面這個css寫法 是line 然後橫線height 好 那 在我們這邊呢 上面會有一個 看一下l部分 line height 那用java這個寫的話 就要寫line h 然後line 然後h 開寫 height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寫line height 那你也可以用中管號 我們大概會提到 那這時候呢 你就 br p.style 點 點 方 那用css這樣寫 這樣會有問題 這樣會變成 你這個p.style.font 減掉size 這樣就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那個 那個fond size 就要變成那個 看一下對表 對這個表格 f 你會發現那個fond size css寫法 就要變成java寫法 然後s 大寫 size 然後呢一樣 加個br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輸出 下面是把它的那個 rgb的那個值 算出來 line-high也算出來 然後那個 fond size 也把它輸出 對不對 把它輸出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做一件事就是 我除了 取得 它當中的 css屬性值之外 我想要進行設定 就是設定屬性 設定屬性值 好 我希望啊 這個p 它的style呢 點corder 從剛剛 看到的 那個顏色 改成什麼呢 我希望它變成 請字號 ff0000 大概應該是紅色的 好 接著呢p 點style 接下來我不要用那個 java寫法 我可以用 中括號 屬於key的方式 用font size 來 另外設定 變成 8px 像素 好 那我如果希望 透過這個key的方式 我還是 可以把它寫成 那個javascript的寫法 background color 等於 譬如說 這邊是 cf de99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個 你會發現啊 它這邊 字型大小改了 那個背景也改了 那字的顏色 也跟著改 ok 這個就是呢 我們動態 修正元素 那你會發現 其實檢視原始碼 這個p 從來沒有被改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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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部分呢 給大家大概三分鐘時間 幫我練習一下囉 好 那接下來往下囉 那這個就是呢 可以取得屬性 就是取得css屬性 的一個概念 p. 那個p.style. 可以用什麼方式呢 來存取到 那個css所代表的屬性 以及它的值 ok 好 那現在我另外補充 這個原本沒有 後來我補充一下 一個東西 在程式園裡面 原則上 所有程式園都有 這個東西呢 叫try cache 例外處理 我正常的程式碼 一般我預期 它正常執行的程式碼 會放到try裡面 假設有什麼錯誤發生 這時候那個發生的結果 跟訊息 會被放到cash這邊去執行 ok 那執行呢 JavaScript代碼的時候 有可能會發生不同的錯誤 那通常呢 你用韓式庫 或是用什麼套件 它都是人家把這個東西寫好 包好 那 所以你會發現你寫成色 會 假設你出錯 之後它會有一些 特殊自訂的格式輸出 其實 它就是背後自己寫了一些try cache 來捕捉使用者操作上的問題 或是我們程式撰寫上的問題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要自己定義一個try cache 另外處理 它的格式呢 就是try 加一個大括號 來執行程式 這個點點點呢 就是我們預期 它正常執行的程式碼 如果中間報錯 或是我們自己自定義的錯誤 或是裡面有一大堆判斷 只要有錯 然後就會到cache這個地方 把這個ar 那個arrow 把它傳回來 並且呢 在這個block裡面 來執行 ok 那它的程式區塊 有分這幾個 就是try 就是一般程式碼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制定 錯誤碼 ok 那當我們錯誤發生的時候 就會轉而執行cache的程式區塊 ok 那cache這邊呢 它就是處理 錯誤發生時的程式區塊 你也可以跳出一個錯誤訊息 或是顯示錯誤訊息 在某個元素的內文當中等等 好 那這個是拋出 就是我們可以故意拋出一些錯誤的訊息 丟給cache去接 例如說我們拋過去的是一個 我們拋出的是一個那個文字 例如說你超過什麼值 或是你小於什麼值 這時候呢 傳過去的 假設我們拋的是自傳 這時候這個error 它就是自傳 我們可以放在它後面的block裡面 加以執行 那有些呢 我們會看到finally 是代表 無論今天我們是正常try來執行 或是發生錯誤到cache那邊去執行 我們最後都會執行這個finally ok 都會執行finally這個區塊 通常不一定會有 通常不一定會有 不過 如果你今天希望 我無論是證券或錯誤 都希望某個東西 可能被清空啊 可能做什麼事情啊 這時候呢 就會把那個程式碼 放在finally 所以呢 在這邊請大家幫我新增 14-14 我們做一些自定義的trycache 讓大家了解一下 刷cache它如何超過 那 14-14喔 就跟我的那個範例解釋 要一下那個 好 要這個html 關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14-14 它 有什麼東西 4-14 4-14 好 我們待會希望啊 能夠輸入5到10之間的數字 如果你輸入什麼ABCD啊 底線啊 那些跟數字一點都無關的東西 它就會在下面 或哪個地方喔 輸出一些文字 告訴你說 欸 你輸入錯誤囉 那這個錯誤的那個 寫的那些機制 都是我們自己自訂的 好 那假設 你今天呢 是那個 不到5 或是超過10 那 它也會出現相關訊息 就是你可能超過多少 小於多少 不足多少 OK 等等 那如果你正常輸入 它就會 有些相關對應的訊息出現 那無論你輸入是對或錯 某些地方都會被清除掉 某些剛剛輸出的地方 都會透過finally 統一 把這裡面清空 例如說 我打完123 超過10 那因為它跳出錯誤訊息 可是它幫我把這裡面文字單位清空 因為把文字單位清空機制 放在finally裡面 好 那現在啊 我們就開始 針對這個東西做一些程式鑽石 我希望啊 今天監聽 例如說 我希望 我按鈕 註冊 我給它一個 一個事件 那這個按鈕呢 在這裡 測試 輸入這個鈕 按下去 它就會幫我判斷裡面的東西 好 這時候啊 我們就 去針對這個按鈕 做一些監聽的 例如說 Document.createSelector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它應該在 因為我們好像是叫那個 那個 那叫什麼 Button 然後 按鈕這個嗎 Button底線Test 它ID呢是 BTN點 底線Test 好 給它一個事件 HeadEventListener 就是呢 給它一個 Click事件 我點這個按鈕的時候 會 回頭 會在這個 function裡面 做一些事情 會回頭在這個 function裡面 做一些事情 OK 好 那這時候啊 我們就先取得 P元素 並清空內部 這個P元素 就是 會有一些錯誤訊息的地方 例如說在下面還是右邊 有點忘記了 它呢 無論如何 我在按它的時候 都會把錯誤訊息 或正常的訊息 把它加以清除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這樣做 例如說 我們可以 Document.getElementById 這是另外一種寫法 比較早期的寫法 那你只要ID呢 例如說文字欄位 ID是不是Demo 對不對 這時候你把它放進去 你就會取得這個元素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那個 ToolSelect 然後呢 針對Input 然後ID 這樣也可以 那依照講義呢 我們是使用了 getElementById 這個東西 那我看一下 我的 那個 那個 錯誤訊息的是P01 P01 所以呢 透過這方式取得P01 然後 你可以這樣寫 直接InnerHTML 把它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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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它裡面寫什麼 按下去的時候 無論它裡面出現什麼訊息 都把它清空 因為待會有幾行程式 我們會持續來運作 那你也可以這樣寫 像我們講一直這樣 另外把這個Message 給它變數名稱Message 然後呢 取得元素之後 再登對這個Message 把它清空 OK 把它清空 好 那 現在 我看一下 就是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你先Alert 例如說 我們先不往下做 你先Alert 例如說 先看一下 這個資料呢 你的事件 有沒有的確 先聽到這個按鈕 例如說 我現在 針對這個東西按下去 它會出現 Hello Road 先確定 這個按鈕 能夠被註冊事件 而且呢 能夠監聽它的Click事件 OK 這 花個 那個 兩分鐘的時間 幫我嘗試看看喔 好 那我們確定呢 點這個按鈕 它的確會出現Alert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我們的判斷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取得 這個input裡面的值 OK 要取得這個input的值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 取得 input元素 同時呢 透過 那個 try catch 來判斷 好 我們LetterX 要取得它的值喔 X等於 Document 點 getElement by id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這個input的元素 是 在這邊 demo對不對 因為它id叫demo 直接寫這個id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要它的屬性的值 它其實內建都會有value這個東西 你一開始這樣寫 它就會是 對不對 寫給它設定那個值 那現在呢 一開始我們放在裡面 它其實是沒有的 它其實是沒有 它其實是沒有 所以呢 我們現在 要 一樣 取得它的value OK 取得它的value 無論它們寫 反正呢 它會取得value 因為你執行的同時 代表你裡面應該已經 寫過 例如說 6 它就會取得6 它這時候你的value的值是6 這時候呢 它會把你這個demo 這個input的iddemo 這個元素 它內部的屬性 value這個值 把它回傳回來 此時呢 你的值呢 就變成了x 好 那 確定了x之後呢 我們就try 然後catch 那無論做什麼呢 都finally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希望它有個error message 那這個error message來自於try這邊喔 你看你為它什麼 它這個變數 就變成什麼東西 好 我希望 它錯誤的時候 這個message innerHTML 內部的文字 就會跟它講說 欸 那個 輸入錯誤 那這個錯誤文字呢 待會我們會自己提供 error message OK 好 那無論如何 你裡面填了什麼值 對不對 你怎麼寫都沒關係 反正你無論對或錯 你最後執行的 好 無論有無例外 一定會執行 finally 程式區塊 好 那這時候呢 document.getElementById.Value 就把它清空 透過等號 由右往左 把它的value值變成空的字元 OK 例如說 那個 記得剛才那個alert把它拿掉 那 例如說我現在 好 只是單純判斷了 按下去 有發覺是不是被清空了 無論我對或錯 無論我對或錯 它都會清空 我們先 我們先 了解到這個功能 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撰寫一些判斷 好 這個x會在這裡面呢 判斷 足以判斷 我們希望 它在最後面的時候 假設都沒有錯 我希望呢 它輸出 輸入正確 這個字眼 好 這是期許的 可是呢 中間我們要經過一些關卡 來做一些過濾 例如說 我們判斷 x 是為空啊 你可能沒寫東西嘛 如果沒寫 那麼就 那個 拋出 好 例如說 欄位為空的文字訊息 欄位為空 好 它只要拋出 就不會往下繼續執行 而是 它會把它丟到 這個catch裡面來 這個error message 其實就是欄位為空 這四個字 所以呢 它會在 這個下面 例如說 在那個 這下面 寫 輸入錯誤 那個 冒號空格 欄位為空 這是第一個部分 好 第二個部分 會有個特定的函式 就是 那個 java signal內建的 is n o n 這什麼意思 not a number 這邊呢 它其實是 is not a number 問號 是否不是一個 數字 不是一個 數字 如果你 solox 是 a b 底線 我們自己自訂的 例如說 不是 數字 ok 好 那中間 一路上 過關斬六 這樣 發現啊 你是有值喔 你不是沒寫東西喔 同時 它也是數字喔 好接下來判斷 因為我們現在呢 要做一件事 就是 我們有個補充 叫number這個環式 它可以呢 將 這個 字串1啊 這個 字元1啊 字元2啊 字元3 這個東西呢 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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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呢就拋出一個訊息 叫做那個 應該是不足5 你一路過來 都沒有任何問題 這樣子他應該會 他會跳出輸入正確而且你無論執行 對或錯都會去清空我們的文字欄位 所以這時候呢我們嘗試一下 假如我ABCD按下去他會跟你講說輸入錯誤不是數字 那因為finally他都會清空我們的 demo這個元素 這個元素的idea demo 內部的值 那這時候呢我就輸入3 低於5 我輸入12 超過10 但是當我輸入區間的話 他跟你講輸入正確 而且無論如何finally 他們兩個都會被清除 因為我們按下按鈕下面的訊息也會被清除 這個過程呢就是我們 那個 和制定錯誤訊息的一個過程 你們可以 未來有機會把它包裝成一個函式 或函式庫 來過濾一些資訊 OK 來過濾一些資訊 好 那因為現在 要到下個休息時間 我們就 給大家10分鐘 時間一邊練習一邊休息 我們 那個 20分鐘之後回來 好嗎 好 那這部分呢 是那個元素 元素的操控的方式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講到一個我覺得 很重要的議題 當然 在這邊我們不會 有過多的 可能 什麼實際案例 操作 但是 我覺得這個在任何程式語言 建議大家都要會 OK 建議大家都要會 那這個東西呢 叫做正規表示法 或是又稱之為正規表達式 反正呢 它就是 regular expression 什麼意思呢 是 用來配對 過濾替換文字 這種表示法 那我舉個例子 今天呢 我曾經 呃 試過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 一段常用的 自卸詞 論文裡面的自卸詞 那個 analyment 內部的一些文字 嘗試看看 在幾個 我 用程式 把它 取得的這些 嗯 論文 公開論文 裡面 我用一些技術 呢 用那個 Tika 把裡面內文取得 拿出來 然後比對一下 有沒有特定 的一段話 有沒有特定的一段話 那 其實 就是用正規表達式 來判斷 有沒有 重複的文字 當然 這個跟抄襲 沒有帶大的關係 就是說 有一些話 是不是常常在論文裡面使用 那 因為大家都一樣的那個 可能轉折語氣啊 什麼的 那 我覺得難免 就是說用正規表達式 就可以知道 我一篇文章裡面 或是一篇 一個PDF裡面 假設裡面有一堆email 都是正商名人的email 他可能就是 介紹東 介紹西等等 那你用正規表達式 把它全部 就是你取得那些文字之後呢 用正規表達式 去過濾出 去過濾出 所有有名人的email 然後寄給他們 例如說 你再把它變成一個清單 然後寄給他們 說 我們有一些很好的東西 想要推薦給您 希望您能夠來 討論 來 來 碰個面 聊一聊 等等 這些過濾特定文字 就是正規表達式的一種方式 就叫做正規表示法 或正規表達式 好 那這時候呢 我要先講一下 請大家會到這個頁面去 到這個網站去 OK 網站去 那 我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 未來無論在任何程式語言 正規表達式 都是需要大量練習才能了解的知識 OK 需要大量練習 例如說 有個文字欄位 請你填寫 那個身份證字號 那正規表達式 就可以幫你過濾 這方面文字 或是 有沒有一段話 出現在特定的字串裡面 如果有 就回傳 True 或 false 之類的 都會用正規表達式去做 所以呢 希望大家 就是能夠勤加練習 只有我這邊 會講比較多 因為大部分的課 我發現 我自己認識的朋友 陳氏 他們在教正規表達式的時候 覺得麻煩 覺得麻煩 因為 那個 可能覺得 還 那個 我們還是重點會在工具上面 那 我個人認為正規表達式 在任何程式語言 都有很重要的地位 甚至於可以把它抬起來 到跟程式語言一樣的層級 因為 任何程式語言 都有正規表達式的寫法 Java Python VHP JavaSquare 任何程式語言 原則上 都會有正規表達式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你這邊會 你再轉成其他程式語言 那就輕鬆很多 OK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 到剛剛那個網站去 那這網站呢 左邊這邊 因為我們今天課是 JavaScript 所以我們寫這個 ECMS Script JavaScript 選定它 這邊打勾之後呢 我就 因為要交課的關係把它放大 然後呢 請大家 幫我把這個 G跟M 把它去掉 這Global 跟MultiLine 把它去掉 點一下這邊 原本是有打勾對不對 點他們一下 把它去掉 OK 這邊呢 請大家先幫我開 這個視窗喔 這邊齁 在這個表格這邊 欸我怎麼有點卡卡 就是表格 表格這邊 有一些我常用的做法 就是我個人在那個 職場上常用的一些東西 給大家 參考一下 OK 那我們就會舉幾個案例 來做說明 好 那首先呢 我到這個地方去 我今天假設 有A001 好吧 放大一點好了 A001 好 那今天呢 我們用肉眼觀察 這一串字 它當然會 後續還會有什麼 B023 那個 C 那個09 或者說 那個992 或者甚至於是小寫的那個 X 什麼 108 好等等 那我們這邊先不管 那你看喔 這種格式 正規表達是很重要的一個 核心觀念 一個 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要 一中求同 同中求異 你看喔 這個前面第一個是A對不對 後面 是一串數字 好 正規表達式的比法 它配對的方式 是由左 至右 逐一 檢查 記得 正規表達式 配對字 是有一個一個字 有所至右 逐一 檢查 OK 逐一檢查 好 那你看喔 這個A 是不是英文字母 對不對 好 那有幾種方式來表達 今天我們如果只是要看一個字 一個字 假設我們今天正規表達是寫A001 它這邊全部都配對到 這個東西是Full Match 完整配對的結果 未來還會講到Group的概念 只是說呢 這邊會有個完整配對結果 可是不會那麼剛好 都有我們要的符號啊 所以這時候 我們上面寫的是正規表達式 下面是要被我們拿來測試用的字串 就是我 類似講說 PDF裡面的文章 或是一篇文章 你想要把裡面的Email 全部過列出來 就把在上面寫 就在Regular Expression這邊寫 這會表達是語法 好 那假設這邊有A001 那有左之右 我們先判斷A A是不是一個大寫的字母 這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做 如果要表達一個字 有左之右 第一個字 可以用中括號 好 那中括號這邊呢 代表什麼 一個字圓 例如說我中括號 ABC 代表什麼 我這一個字 這一個字喔 他可以是A 可以是B 也可以是C 其他都不算 其他都不算 這個字可以是A到B 好 那他也可以怎麼做呢 他可以做 例如說 一個範圍 例如說 我希望這個字 是小A到小Z之間 所以你這邊寫 小A到小Z之間都可以 也可以寫 小A到小Z 大A到大Z 的概念 代表什麼 你寫英文字母小寫 大寫A到Z 也可以 大寫A到Z 也可以 反正都是代表 那個字的值域 的範圍 所以呢 在這邊 我今天在裡面寫個 A 也可以 然後 大A到大Z 都可以 這時候 如果你的東西是 大B 大C 大D到大X 然後大Y 大Z 都可以 可是小寫 就不行 所以呢 我們這邊 可以代表一個字 好 這代表一個字 那你也可以寫 那個 斜線 那個W 也是代表一個字 不過這個W比較特別 它代表 文字 就代表 字圓 字串 或是數字 但是我們不要講說複雜 先從大A到大Z 代表 這第一個字 有左字有 這個配對到 你會發現 它網頁上直接幫我們配對到 第一個字 它是 有符合這個值 對 好 那我們往右看第二個 是0 0是不是數字 0是不是數字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東西代表數字呢 順便一提 就是說 如果 這裡面 這個中瓜 假設要代表一個字 它也可以寫 0 1 2 也可以寫0到9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配對到第二個了 那如果 我只寫 例如說0到5 那我寫6的時候 抱歉 就配對不上 因為 它第一個字 A 是A到Z之間 沒錯 換下一個 0到5 可是它寫6啊 所以不在那範圍 所以呢 我們這邊可以寫 你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 它是0到9之間 都會配對到 好 那你發現 如果我們直接 傻乎乎的 把這個0到9 這個 0到9 呢 複製 欸 複製個那個 你說0到9 複製幾次 是不是剛好A001 都會在這個範圍內 可是這樣很蠢 不然我有 好多個呢 你要一直複製那個 正規表達師 後面的0到9 每個字嗎 沒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 例如說 把波茲選的第一個 這個0 假設我這個0到9 這個東西 有一個到多個 代表這個位置的字 這個位置的字 有一個到多個 那你看喔 這個0到9 這個值語的字 從這邊0開始 後面還有兩個 是不是一共三個 是代表這邊的0這邊 這整組 這個0 的格式 會有一個以上 面對這個東西 一個以上 我們就可以 看下面的東西 有個東西叫加 這個加 A 這個A這個加 代表什麼 一個 或更多個A 無限個A 代表什麼 我這個加前面的那個字 就是這個A 有1 到無限格 有1 到無限格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 在這邊寫 加 它就可以把整串字 都把它 拿進來 把整串字 都把它拿進來 OK 好 那 另外補充一點 就大概給大家練習一下 就是說 這個0到9 如果你覺得 每次要寫0到9 好長啊 有個替代方案 這只是一個 範圍的概念 範圍的概念 這時候啊 你可以寫那個 斜線小D 我意思呢 這個跳脫字圓 這個斜線小D 代表任何數字 代表任何數字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0到9這邊 改成小D 也是可以 那如果它 只有一個小D 是不是代表一個字 正規表要是一個符號 代表一個字 那這個字 如果是一個以上 就給個加 它就會整串字 都配對到 OK 那這部分 給大家兩分鐘的時間 稍微幫我玩玩看 喔 那像這樣的東西啊 我們 來看一下 像這樣的東西 如果 它很多組 例如說 B 那個 023 例如說 C的 99 1 然後 也有小寫的 例如說 X 333 或是 Y 777 假設這樣 那你會發現啊 像我們這樣的格式 是不是幾乎每個都會配對到 但是 那個 這邊有小寫對不對 好 我們如果這樣格式啊 我們可以透過 Global 的方式 未來我們會有個 程式一些語法 是跟Global性質一樣的 我們就可以透過它把它抓回來 變成一個陣列的概念 變成一個陣列 OK 我們配對到的就是變成陣列 按下Global 你會發現 你打開Global之後 這三個格式都被選到了 如果你沒有開Global 它只選擇第一個 我們也會有對應的函式 只取得第一個 那你選擇Global 它三個都會重新回來 它就會把這邊結果 回轉回來 變成一個陣列的結果 回轉回來 好 可是你看 這樣子 我這樣格式是不是很相近 可是偏偏頭 變成了小寫 所以這時候呢 還記得 這個字有沒有 這個A到Z 這個中關號這個字 除了大寫A到Z 其實還可以寫小寫的A到Z 這時候你這樣全部 都可以抓到 就是說 你這個第一個字 每個字首的第一個字 它是大A到大Z 小A到小Z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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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如果說 你有些字是那個 0000 或是說這樣 0123 那你第一個字 這樣都不符合了 好 其實你也可以這樣概念 我第一個字 雖然不是英文字母 可是它是數字 那麼這個數字 有可能是0123 或9123 對不對 好 它可能去 那個在0到1之間 所以這個字 每個這個組合的字 第一個字 也可以是0到9 就是這個代表 這個中關號裡面 這個字啊 它的範圍可以是 大A到大Z 小A到小Z 0到9 這樣子就會都配對到 OK 都會配對到 那大家呢 之後可以來試試看 那我們現在講下一個 那個做法 給大家練習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 假設我今天有個身份證之號 假設A台北市 那這個人性別 可能是男 也可能是女 對不對 好 那後面是00 那000 001 這個身份證之號 是合法的喔 我用程式寫過 這個好像是 那個valid 就是那個有效的 就是有效的 所以基本上那個 你要拿來做些什麼 我不知道 反正他是有效的 好那我今天 我把這個global去掉 我今天 如果有身份證之號 想要判斷怎麼辦呢 好 一樣喔 這會表示這個字串喔 A 第一個字對不對 接下來呢 這個後面是 1跟2 這地方是男跟女 這個男跟女後面 會有幾個字 會有 8個數字對不對 會有8個數字 好 那我們假設 假設你的 你的那個 身份證要填寫 一律要求對方大寫 就A到Z S是高雄 反正就是A到Z 好 第一個字 是不是配對到了 好 那第二個字 它是不是有可能男 有可能女 所以呢 還記得我們剛剛提到了 我這個字 這個中括號裡面 可以是A 可以是B 可以是C 所以我這個中括號裡面 這個E呢 這個中括號 接下來放下一個字 它可以是1 也可以是2 有沒有 它這時候 就對到了 男生女生的概念 接下來 我們要配對第三個 這個第一個0 那我們是不是 假設用斜線D 是不是取得第一個 那你看喔 假設我今天 要把後面都一起 算進去 變成這個完整 配對的支撰 4match 這時候是用個加 好 這個會有什麼問題 假設後面有一大堆數字 它都符了 請問這樣子是符了 那個身份證規範嗎 不是嘛 所以我們要限定 限定這個D 它會出現幾次 好 如果我希望這個D 包含它自己這個D 一共有幾次 八次 我希望它只有八次 那麼 我就會有個大括號的概念 我希望這個A 只出現三次 就是完整三個A 這個A呢 我只出現三次 其他後面的我不要 當然你也可以至少出現三次以上 三個以上的A 或是你是介於三到六個之間的A 像我後面 有一些範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大概是什麼操作方式 什麼操作方式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假設這個斜線D 這個數字對不對 它是不是剛好八個 所以我們這大括號寫8 它是不是完整配對到了 後面我寫再多數字 它都不會去配對 它都不會去配對 OK 這個身分證字號的部分 大家幫我練習一下囉 好 我們要補充一點 就是有個東西 假設 你除了配對完整的 那個身分證字號之外 你還想額外把這個1或2 額外拿出來判斷 就是說你除了過濾或MAT 完整配對結果之外 你還想把這個位置的值 這個位置的值 拿出來 來判斷它是1或2 如果你還要用程式把它獨立出來 就是你寫一行程式 你取得了不只是完整配對結果 還有額外的 你括號群組出來的結果 這個東西呢 就叫做群組 群組 好 怎麼做呢 例如說今天這個1跟2 對來講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可能 那個上面交代 或是說你老師交代 說我今天判斷身分證字號 我還希望知道它是男是女 那麼 我希望把它獨立出來啊 我希望把它獨立出來 這時候怎麼辦 我這時候 就在我要的符號這邊 用個小瓜把他包起來 你會發現這是不是變成綠色的值 對不對 這時候你會發現 除了完整配對的結果之外 還會多一個1 還會多一個1 為什麼 代表你除了抓 那個取得的那個 配對到的這個結果之外 額外又可以知道 它的值是什麼 我們都可以在程式 程式語言裡面 JavaScript 執行完之後 回傳的結構得知 它的group 1 是什麼 OK 好 那你也希望做什麼呢 假設我今天 要抓的部分不只一個 假設它後面7碼 而最後一碼 我覺得是檢查碼 它也很重要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把這檢查碼 另外獨立出來 這時候你會發現 除了完整的format之外 它下面還有兩個group 由左至右 這是第一組group 就是1這個值 然後 這是第二個group 這是最後一尾 檢查碼 1的值 OK 這是一個group的概念 那到時候呢 我們就會用程式語言 獨立去判斷 它到底是什麼值 OK 這東西叫做group 叫做group 好 那現在呢 給大家那個 30秒的時間 幫我玩玩看好嗎 就是幫我玩玩看 先把它改成8 試著群組看看 未來或許大家會用到 幫我練習看看喔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會用程式回傳回來的結果 Return 就那個等號由右往左 把那個東西帶回來的時候 其實除了包含format之外 它還會包含 那個被我們額外捕捉出來的群組 的概念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嘗試看看另外的東西 假設呢 這是我的email 那你可能會遇到什麼 什麼.ct.com.tw 這些不管 我們待會再說明怎麼去 取得完整配對結果 好 那我們用肉眼來看 你看喔 Darren這個字出來的 是不是代表 它可能是坐在 小A到小D之間 好 然後呢 它有一個以上 好 由左之右 逐一擊破之後呢 到了小老鼠 小老鼠沒有特別的意義 用個小老鼠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呢 是不是小A到小D 代表D 那因為一個以上 是不是用加 就到0 這個點這個地方 好 這個點呢 在正規表的事情 沒有特殊意義 假設我今天寫點 然後再加個什麼 小A到小D 好 一個以上 這樣配對起來可以啊 這個點 沒問題啊 好 這時候呢 我把這邊 改成A 改成B 改成1 改成2 改成底線 改成那個等號 你會發現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 這個點 在正規表達式裡面 有意義 代表什麼 我們看一下這個表格 代表任何一個字 什麼字 都可以用點 來代替 可是過度貪婪 就是不夠精確 不知道它是什麼形態 或者說 不知道它是什麼範圍 所以基本上 你用點 可以代表任何字啊 可是 這樣就有問題 就是你那邊 像剛剛那樣子 你把它改成 那個A B C 或是A 然後X 等等都可以 所以這時候 如果我希望 告訴那個正規表達式 或是造出程式語言 說 我這個點 它其實是有意義的 那麼 還記得 我們以前講過 跳脫資源的概念嗎 就是在特定的符號 左邊 加個反斜線 讓它知道說 我們 這個字 是有意義的 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 這個 特殊資源 就是這個跳脫資源 可以把特殊的資源 把它避免掉 所以這時候你看 我在這個點 前面加個反斜線之後 我現在A也不行了 因為這個後面 不是一個合格的 那個網譽名稱啊 所以基本上 點就可以了 然後B也不行 X也不行 底線也不行 點才可以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知道 這個 一個點 這個點呢 不再是任何字 是指一般的字元 它就是小數點的點 OK 好 那這部分呢 請大家自己拿 自己的email 或是類似的切構出來 稍微練習一下 待會呢 我們會說明一下 當它網譽 名稱很長的時候 好多點好多點 怎麼辦 我們待會會說到 好 那有時候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情形 例如說 我今天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這邊什麼 什麼 XYZ 然後 ABC 然後還有底線 就是 多個點好了 點那個 那個 怎麼 也是 ABC 好點 然後 DEF ABCDEF GHI 這樣子 好那你可能點 那個 不知道什麼鬼東西 那個 007 好像 假設這樣 有人名稱是這樣 那後面呢 可能是ntu. 隨便喔 不敢寫科系 都得罪人 ntu.edu.tw 好 那你會發現 我怎麼樣去過濾這樣的字串 我怎麼樣去過濾這樣的字串 好 你看喔 我們由左至右 由左至右 這個 你會發現這一串字喔 這裡面都是包含了文字跟數字 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這樣 假設呢 它有可能小A 到小Z 大A到大Z 是不是抓到了第一個字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字呢 有一個以上 這時候一路過關整將 來到了點的前面 好 那你會發現啊 這個點ABC 點DF 點GHI 點007 這東西 是不是 重複很多遍 這個 這一組組合 跟這個組合 跟這個組合 是不是都很雷同 好 好 那我們先嘗嘗看 這種組合 它的ABC 跟後來007 是不是有小寫的數字 跟英文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來個斜線點 然後呢 接下來代表 例如說 0到9 或是小A到小Z 如果你擔心它有大型 就大A到大Z 好 這樣是不是點跟A都取得了 對不對 那是不是有一個以上 是不是代表 這個中括號這個字 代表一個以上 好 你說老師我是不是要 一直這樣寫 這樣把它寫完 這樣就很蠢 這時候 你會發現啊 它這個是不是一個組合 這是一個組合對不對 那既然叫組 組合的組 那麼 你就幫我加個小括號 包起來之後 這個組合 請問一下有幾組 一組 兩組三組四組 是不是一個以上 就針對這個小括號 後面加個加 代表前面這一組的組合啊 有1到多個 你會發現是不是前面的都被我們選中了 這個group不管它 我們不會用到 我們只是要fullmatch的結果 好 後面呢 是小老鼠對不對 好 那ntu就不用講 小A到小Z 然後一個以上 這個隨便 好 或是你直接打ntu也可以啦 反正 應該不會變齁 應該 有生之年應該台大的那個縮起 應該不會變 好 那ntu 那 好 假設我們今天是不知道的字串 小A到小Z 好一個以上 那你看喔 點edu 點tw 點edu 點tw 是不是兩個組合 這時候是一個斜線點 然後呢 A到Z 好 一個以上 那這個點edu 點tw 這種組合 是不是一個以上 所以就把這個 包起來之後 就寫個加 代表它很多組 你就可以 點cc 點n fo 點tt 點aa 它全部 都會被我們捕捉到 ok 這個就是拿來捕捉多個網域 應該說 多個網域名稱 就是主機的概念 因為 這個 那個網域啊 其實跟那個主機數有關 就代表說 我們國家裡面有個主機 它下面有個受 TW管轄的主機叫edu 那edu 那edu這個主機 它下面又管轄了很多大學的網址 其中一個叫ntu 就是說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 那個 有特定上層單位去管轄的 所以基本上呢 透過這個方式 就可以 取得很深很深的網域名稱 ok 這部分呢 請大家 花一點時間 三分鐘時間 我們看喔 那現在呢 這是那個 一種做法 那 有時候 我補充一點 就是 今天呢 如果 這是以前的 那個學員們 他們問你問題 就是說 假設今天我 抓了很多主數字 例如說我的 這邊有123 豆號 那個 4567 豆號 89 0 然後呢 122 33333 好 這種格式 如果今天我們要用數字抓 我們是不是直接斜線D 然後呢 一個以上 對不對 那就抓到第一組 那這種組合呢 我們就加個global 是不是幾乎全都有 然後你說啊 可是這樣怪怪的 好那我就三個吧 只是我假設我今天要 要的是三個 是不是講這樣 可是我今天有個需求喔 我今天要三位數的材料 其他位數的都不要 4567 他四位數我不要啊 2222 3333 33 都是四位數跟五位數 我根本就不要 可是我用這樣寫法 就會不小心配對到 可是他不是一個實際的數字啊 如果我今天希望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取得的 這個值呢 都是三位數 怎麼辦呢 我們有個東西 叫做邊界 位於邊界的字元 邊界 OK 好 那什麼叫邊界呢 我今天啊 直接 寫線B 那你會發現 是不是字串之間 某一串字之間 他會幫我把邊界 逐一撈出來 對不對 因為邊界是空的 所以他沒東西嘛 好 這是邊界 你看喔 這是不是三位數 這是四位數 這是三位數 三位數 四位數 五位數 好 那我現在呢 嘗試著 在邊界之間 在邊界之間 我只希望我的邊界啊 這兩個邊界之間 只有三位數 這時候 這個語法 就只抓 兩個邊界之間 是三位數的數字 我才取得它 三位數的數字 我才取得它 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我把 你可以自己用 或是我傳到聊天室這串字 OK 幫我玩玩看 好嗎 幫我花個 那個 一分鐘的時間 玩玩看喔 那 那個 接下來呢 好 我們就講 例如說 我們今天到 那個 LINE的貼圖 OK 好 那我就 傳這個連結到聊天室去 好 那我今天呢 隨便 找一根圖 例如說 找這個 好 這個圖 好 那現在呢 對它按右鍵 檢查 檢查 會在我們的Element面板裡面 你會看到是不是有這個字眼 是不是這個 好 這個DIV裡面 這張圖片 然後呢 我要這個 Style裡面的 Background Image 這個字串 我先丟一組 進來這邊 先把這個清空 丟一組 好 那我再找 這個 下一組 把他這邊 又來這裡 你也可以連在一起 你也可以 都可以 然後呢 這個另外一組 我隨便 三個 然後呢 把他這個 點兩下 包含他的 CS的語法 我都把他摳過來 OK 那我這個東西呢 就貼在這邊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找 這個 沒什麼關係 好 我現在啊 要針對呢 這些貼圖 假設我有機會拿到這些貼圖的話 我要怎麼 去把這個網址過去出來 例如說 你看喔 這邊 會有一個png對不對 是這張圖片 然後呢 另外一個png 是不是 另外一張圖片 OK 那這些都可以下 那個嘛 就可以把它另存 那 現在呢 我怎麼樣 假設我今天 網頁上面有一大堆這樣的東西 我怎麼用這塊表達 把他全部標出來 這時候呢 你看我們的標的 我們要的東西是在這邊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會談到 這個整個網址的 如何取得整個LINE貼圖網址 那你會發現 這個是不是他的流水號 14 15 16 是不是代表貼圖自己的號碼 他有可能 也是會需要被我們拿出來 獨立操作的 像有些課程呢 我有教大家如何去取得LINE貼圖 這時候他不知道用什麼檔案命名啊 每次我都把整個網頁 抓下來 一次就 那個40張貼圖 每次都0到39 這樣很快 所以就會 額外取得這個東西 當作檔名.png 因為每個都叫Sticker很快 好 那我怎麼去取得這一串字呢 好 我們就不管他齁 我們就先把Global去掉 這時候啊 就HTTP 好那你說 老師有些網址沒有S啊 所以呢 你看我今天寫S 這邊是不是就有 對不對 這邊就有 可是有時候S這個東西 是不是可有可無 有時候是不是有 有時候沒有對不對 面對這個S 只出現一次 或是根本都沒有出現 這時候啊 就是加問號 代表什麼 我出現0次 或0個 或一個A 代表什麼 這個A 要不然都沒出現 要不然只出現一次 代表問號 左邊那個字 出現0次 或出現一次 這種情形 我們就在S後面 右邊這邊 加個問號 代表問號 左邊那個字 我有 也配對到 我沒有也配對到 我有也配對到 好 那接下來呢 有很重要一點 就是我冒號和造寫 後面是不是有兩個斜線 那如果我這邊直接寫斜線 你會發現是不是有 那個 那個Pattern的那個錯誤 對不對 這時候怎麼辦 代表什麼 你看我們未來 在JavaScript裡面 也是用這兩個斜線 裡面放正規表達式 把這整串 當作正規表達式的 那個字串 就是我們要 拿來配對用的字串 你如果直接寫斜線 就會爆錯 為什麼 它在JavaScript裡面 是有意義的 當然你不見得 每個都有意義 你可能 到Python裡面 他就 他可能就 例如說我們到Python這邊 可能就 看一下 我們選到 Python這邊 那就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Python是R開頭 這個字串 就代表正規表達式 可是我們今天是JavaScript 你這樣寫會有問題 所以 有問題的字串 有字圓 這時候就是 要把它當作 一般 應該說特殊的字圓 要把它當作 一般字圓看待 就是在他們前面 各自加一個反斜線 讓程式語言 或正規表達式 知道 我這個兩個斜線 它是有意義的 它是單純的文字 而非特殊格式 也不是特殊字圓 好 我們一路過關斬將來到這裡 因為它的王域都一樣 而且呢 它只有流水號不太一樣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乾脆就直接照抄 因為那貼圖 當然這個斜線 這個點要加個斜線 Y 橫線 SCDN 那個反斜線 點 NAT 然後呢 再解決這個斜線 記得這斜線 你直接寫會爆錯 記得要跳脫它 STICKER SHOT 跳脫它 V1 跳脫它 STICKER 跳脫它 後面是一串數字對不對 好 你只要判斷這些東西裡面 一中求同 同中求異 裡面只要是數字 那麼 就直接斜線 D 然後加 有沒有 好接下來是不是到4的後面 好 就是那個反斜線加斜線 然後呢 後面是那個 Android 然後反斜線加斜線 好 接下來 STICKER 反斜線點 PNG OK 是不是在配對到 那如果今天我把Global打開 這樣子三組貼圖都配對到 比如說把最後一組貼圖 不知出來 它就會是 長這個樣子 OK 它就長這個樣子 好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如果今天那個流水號 對你來說 有它的重要性 那還記得 我們是不是把它額外 Group出來 這時候針對這個數字的 這會表示 符號這邊 直接前後 加個群組 它就會在 那個 配對的時候 第一組這邊 會有自己的Group1 這個Fullmatch第二組的時候 會有自己的Group1 你會發現 是不是流水號 都被我們抓出來 OK 那這部分 請大家幫我稍微練習一下 好 那如果有些同學 已經練習完 那 我們下禮拜 就會正式的 放在程式語言裡面 來進行操作 那這個東西 跟我們之後 那個 之前有一個DEMO 不是會 播放聲音嗎 那個 我忘記有沒有DEMO過 但是我們之後 會教大家 如何把一篇文章 透過正規表達式 把它中間的空格 或是全形空白 或什麼東西 切割切割切割 去掉不要的 那個字圓 例如是空字圓 空字串等等 都去除掉之後 變成一個 完整文章的一個陣列 就是每句話 都放在一個陣列裡面 當作它內部的指 012這樣子 然後呢 再個別送到 Google小姐那邊去 產生完聲音 再把網址告訴我們 這時候再播放 那個網址裡面 的那個 MP3的那個聲音 好 那那個 今天呢 我們就到這邊 那有問題呢 你可以 我會留下來等大家一下 那 有問題可以提問 那沒有問題呢 就請大家好好休息 OK 那我們今天課呢 就上到這邊